今天来个大清洁 我们年前没有洗 这年后开始洗来了 把沙发套给洗一下 然后把地毯再清理一下 也挺脏的了 因为我们是白色的沙发嘛 就一直盖着沙发巾 这洗好了 快来 帮助 好的 这么香 它直接横着搭过来了 其实也可以用烘干机来烘一下 但是我们买来之后 每次都是烘干 我们说算了吧 晾干吧 省点电 又烘得两个小时吧 最起码 因为它这个还挺厚的 来收拾一下我们的次卧 我们次卧现在乱的不像样了 看看 满满当当的 各种衣服 妹妹来睡的这屋 把这个床单被套全都给清洗了一下 现在这个次卧就相当于是客房 然后就是家里清起来 就可以住在这个房间 现在基本上就是妹妹常住在这 她走了以后 给把这些床单被套洗了洗 然后又重新给铺上去 这个屋也收拾完了 收拾利索了 来吧 又盖上了 真的是买了一个这个白沙发 哎也是挺闹心的 生怕给搞脏了 每天多西米啊 对 其实不盖沙发套 跟整体风格还是挺搭的 要不然万一滴上 造东西不好处理 搞定了 我买了太多这个抱枕了 真的以后装修 都要少买点 我这买的太多了 买了这个白色沙发 而且是布的 实际体验用过之后 我老公现在有一丢丢后悔 后悔没有买那一个乐质宝 慕尼黑那一款 那一个就是皮的 而且坐着也相对来说比较舒服 最重要的是它是黑色的 超级耐脏 不用像我们一样盖着这个沙发巾 来弥补它这个白色的 不耐脏的这个布族 虽然啊 那个沙发确实是又有电动位 然后又耐脏 但是那一个沙发能买到两个沙发 所以综合来看也还行吧 最终价格战胜了一切 我们这8000不亿 很多人也都说很贵呢 但是实际上这个沙发坐深很深 反正在这当个床 反正是有利有弊吧 对